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面对这些困难 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被传染呢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同样的会被瘟疫攻击呢 我们都是人 我们会的 我们看到武汉就一位科学家 就是我们的弟兄 所以在瘟疫的面前无人能幸免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同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位神 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期有审判 可是我们有这一位神 我们就不惧怕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神给我们活的智慧 给我们依靠他的信心 从他来的能力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有惧怕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喜乐有平安 所以在阿书第41章十节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你们 阿里路亚 弟兄姊妹 有神的人这个时候就像西安山 永不动摇 没神的人现在有了病就六神无主 一片惊慌 我最喜欢的人类最需要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怕 我们怕的东西太多了 对不对 我1986年 我在天门广场的时候 我天天怕 我怕政府的军队冲进来向我们开枪 当开了枪了 我又怕 我逃着我怕被抓到 你知道没有一天能睡过一个安稳的觉 我逃了两年 这两年不要说吓都吓死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是吓死的 你知道吗 会不会吓死的 天天担惊说怕 你能不会有病吗 后来我得了肝病 我得了肾病 忧伤肝恐伤肾 你不得病都怪了 你不得病就不是人 每天外边警铃一响 救护车一响 我大分的情是救护车是警纯 他一想我就心惊肉跳 我告诉你 在这种恐惧的时候生存的人 你才明白你需要依靠 依靠谁呢 靠人人导 靠山山导 你找谁去 你今天这个武汉老百姓找谁去 找政府 政府有能力吗 找党 党有能力吗 找你的朋友 朋友有能力吗 他自己也在那个中 唯有找神 你们 做一个智慧的人 投靠耶和华 圣经说投靠他的 救不羞愧 我在逃亡的时候 我就投靠了耶和华 我从此不再惧怕 因为我不怕死了 人不怕死 奈何以死拒之 人都不怕死了 你还怕什么呢 有的人 就让病了 你闹我吧 这种人就了不起 你知道吗 但这种人几乎没有 还有人得了病了 也不好 就把这个兔业 就吐到这个门把手上 我看到这种人 这种人真该悔改 还有的人病了 见着警察 抱着就亲嘴 你知道吗 这更可怕 你知道吗 现在执法的警察 都戴口罩 戴两层 他抱着你 不撒手 跟你玩命 跟你拼命 这些都会发生 人一到这个时候 什么极端的手段 都会用出来 因为不认识神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要依靠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